路火監視器拍下整排機車停紅燈 但後方一輛藍色轎車 卻繼續加速往前 朝停紅燈的機車整排撞上去 就像打保齡球撞了全島 其中一名騎士還被撞飛 車主母親趕快下車 要下跪道歉 好像突然就聽到 後面直接衝過來 把前面的車子都彈出去了 他媽媽就來跟我下跪 我說你們開車怎麼開的 車禍發生在3號中午11點 駕駛在媽媽要到新家整理 中途卻疑似癲癲發作 媽媽情急之下趕快打P檔 卻也來不及 同樣是追撞發生在國道男子路段 貨車追撞連結車車頭對準車尾 撞到變形 但駕駛還在裡面 拆掉車門簡直嚇死人 駕駛在撞爛的車頭裡面 被夾緊緊 坐在縫隙裡頭 車頭夾扁都快變紙片 幸運的是人還活著 以應為注意車前狀態 撞擊前方迎半連結車而造勢 機車準備綠燈起步 結果左邊衝出一輛機車 猛烈撞擊下直接把人給撞翻 機車騎士闖黃燈 結果撞上直行機車 嚇得後方騎士都看傻 離譜車禍沒有注意車前狀況 電線突發撞飛機車車頭夾成紙片 駕駛躲過一節保住性命 但可不是每次意外都能這麼幸運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